嘿是的我是喜的 今天來分享8月19號的本週T1 那這次的本週T1蠻有趣的 主要是說以前啊 我們的魔方率啊 通常我這邊選500場左右的時候 這邊的魔方率通常都會有0.5 但這個版本可能是相對的健康哦 你看到魔方率 我的這個遊戲場是選500場以後 我們的魔方率都直接落在0.27 其實這個是表示說 這個環境是相對的嚴苛 相對的平衡哦 所以呢我這邊這一次本週啊 把它設定在200哦 為什麼設定在200 這樣的話讓我們的樣本數比較多 可以看到我們未來有潛力的套牌哦 那我們先介紹的是我們的巫術洛基 那這個新卡巫術的最多表現的話 其實還算不錯哦 因為陸續的把它開發完成了 儘管說很多人會說 啊沒有抽到弱巫術就沒辦法玩 沒有哦 我們的這個巫術洛基還有洛基啊 你抽到洛基也可以玩 那你這兩張都沒有抽到呢 我們還有這個黑鷹可以玩啊 你有沒有看到 就是有一種三個體系 洛基 巫術 還有我們的黑鷹 有三種打法 甚至前面是小排流部長 那你說那我洛基 巫術 黑鷹都沒抽到怎麼辦 趕快下一場啊 常有的啊 也不可能常常發生說這三張核心牌不見 那這套牌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有騷擾能力 有這個降降費能力 我還是覺得說順戰只要有這個降費機制啊 還是說的偏強 而且你的手牌不會被交換以後 如果你同時抽到洛基跟巫術 三洛基 四巫術 基本上對手也不用玩 那你會說啊 那我這個牌很難觸發 因為我要前面三回合都把牌打乾 那我們的小排就構成了哦 任何前面的小排 再加上我們的這個 鷹眼徒弟啊 打這張打張出來的時候 會多兩個這個 那個弓箭嘛 所以說更穩定的 可以在第四回合穩定的把所有能量打完 是非常的不錯 而且有一區還可以打我們鋼鐵人大爆發 有一區是黑鷹 有一區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魔星女 而且啊 你用巫術的時候呢 我們在第六個回合是可以有8費 所以我們第五回合可以打一個黑鷹 最後一回合打個魔星女 最後還可以大爆發 都是ok的 所以說這套牌 默默的崛起 勝率56% 在堅決200場的數據 我就覺得這套是還蠻有潛力的 傅先生 突然好像又默默的起飛了 但是這個傅先生 其實是有一點 歐斯庫歐斯庫的啦 就是有點久了 那我還是稍微講一下這個怎麼運作呢 前面的話我們直接沒有一會 一費的牌 然後呢 直接用這個女法官 然後強制的啟動傅先生 那傅先生的話 一樣 你看他勝率其實還偏低 他就是高風險高炮頭 就是逼你去對決所謂的投鐵怪 逼你去對決所謂的投鐵怪 只要有人給你投鐵 你傅先生準時開副 然後呢 我們的女雷神開拉 基本上對手就會撤退了 打一個7T的套路 那我就覺得還是還是不錯 然後再跟魔法官拉一拉 大家都知道嘛 你就反正你就傅先生成功以後 然後你剛好手上有這個女雷神 拉下去 魔法大師 鋼鐵人 然後什麼魔神女啊 然後鋼鐵星啊 然後這個Sage啊 全部都被你拉到你的手牌 然後就開始大爆發 就是你就閉著眼睛玩 都能贏啦 好不好 哈哈哈 我阿嬤都不會 沒有啦 沒有那麼誇張 因為就是天虎還是要思考一下的 大家都知道 傅先生搶在哪裡嘛 05鋼鐵人 03魔神女複製鋼鐵人 然後大爆發 這是OK的 阿嬤是魔路基 依然的是可以玩哦 儘管說這個 阿嬤是魔被加入15張牌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 才會發生還是可以玩呢 主要是說 變成說變相的 這個環境 其實變得還蠻健康的哦 我是覺得這樣子 基本上你看到這個魔方率 剛剛我們一開始 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基本上其實這個環境 目前還算健康 只是說 看你喜不喜歡這個玩法 這個 這些環境 這些Meta 你喜不喜歡哦 我是覺得還OK啦 就是就是 就是卡牌遊戲嘛 也玩了快一兩年了嘛 很好說 好 那我們介紹我們這個 阿里塞姆洛基一樣 就是T1 這個強度在哪裡呢 我們 1坤4 2準時的出洛基 或者說你準時的 第二回出洛基 基本上對手就很有壓力了 整套核心牌其實 尾路 要高勝率的話 圍繞在洛基哦 你真的真的 這個洛基啊 你在第二回打出來 真的是超噁心的 在後面四個回合 反對手的牌也是很強 而且你手牌 如果還可以抽到我們的 考生特啊 我們的其他的仿生鳥之類的 有這些牌在手上 對手也可能 不知道你的牌有什麼 而且你還有隨機性 整套阿里塞姆就是 依靠大量的隨機性 簡單來說就在靠賽玩牌哦 你在靠賽 他也在讀你 靠不靠賽 嗯 阿里塞姆是這樣 然後再次阿里塞姆的 完全體 阿里若基 示範我們的反制頭盾 比較多 少少氣 然後這個銀王 還有上氣 汪寧路鳳凰套牌 在這邊起飛了 有人可能不知道汪寧路是誰哦 再講一下 汪寧路是我曾經的乾爹 也是現在我的乾爹 也是我們這個社群的大家長 然後他專門是他玩超愛玩寧路的 那好 那我們講寧路之前 這個寧路到底有多OP呢 只要是說四叔利 5 寧路 或者說打一個鳳凰的套路 都是很強的 那為什麼又起飛了 主要說現在的小牌版本啊 小牌版強是強在贏兩區 但是呢 這種小牌版本有一個問題是 他沒有反制牌 那我們的這個鳳凰凰套做牌的時候 其實也是相對的非常OP 其實 其實你只要跟這個 光寧路大牌打到最後 基本上是打不太贏的 所以說 這套牌 在這個大環境 魔方率就已經這麼低了 很多人就選擇說 既然魔方率這麼低的情況下 那我就用鳳凰來賭一把吧 這是我推測啦 但是應該跟我想的差不多 反正你看嘛 我們剛剛有講過 這個數據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看數據 其實強入玩家都會看數據 你看 我都500上一下 我都把0.27 0.2 那 這都打得這麼辛苦 那我不如是選擇 光寧路套台 把這個場次給拉高就贏了 你看 就是過的是非常的舒服嘛 所以說光寧路套牌 也不用我解釋了嘛 就是摧毀 鳳凰 然後就差不多了 所以光寧路竟然在這個環境 陌陌的脫穩而出 進入我們的這個T1榜 你看第五套 大牌最近的這個回首流 好像又起飛了 加上一些新牌的構築 以前的回首流 又是不放白寡婦 不放洛基 不放這個 托比貓 都是一些新牌 而且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回首流 沒有五六倍的牌 那回首流強不強 我覺得還是不錯 但是大戰力的區域 還是主要依賴我們的狼人 以他的套牌來說 決勝的話 完全決勝 基本上是依靠我們的狼人 然後最後一個反制手段 是靠上氣 甚至是靠抽牌去贏得勝利 那回首流的前期燒的能力 是還不錯的 有豬 有這個白寡婦 然後抽牌回首 抽牌回首 主要說 以前的回首流 可以用兩套 兩條路去贏 但現在的回首流 可能是用我們的狼去贏 一路去狼贏一條路 一條路是怎麼樣 紅豆帽 兩張紅豆帽 然後再加上其他的小牌 去贏這個區域 所以呢 變得比較不一樣 以前的回首流是靠收藏家 也還蠻要記得 收藏家的那個 會加工的時代 有些玩家的話 可能就聽聽就好 以前收藏家是這個 弱雞交往的時候會加工 那現在的話 是依靠我們的這個 狼 然後這個兩張紅豆帽 然後燒了能力 也是也是贏兩路啦 只是都變得多帶點反制能力 有上氣引王 變成這個反制的回首流 獲取還蠻好玩的 勝率57% 然後對局場數有這個 460場 但是魔方率還是偏低 其他的構築 像是最近OTA的 雷人體也是有上吧 有人會放在這裡 然後或是說動物園 藝蘭的強勢 媽 動物園一樣啦 動物園我覺得勝率不錯 但是你看 打不到最後一回合 導致動物網率偏低 所以你要玩動物園的話 這個提早snap 還有摧毀 摧毀也是一個穩定的套牌 也是一樣 打不到最後一回合 這兩套的 有一種相似之處 這套已經做完 第五回合做完球了 你就 對手就會走了 第六套 這個也是一樣 摧毀也是做完球了 對手就會走了 基本上這兩套 通常有共同點 你打到最後一回合 對手願意可以打最後一回合 通常都知道你要幹嘛 所以很少很少隊友會 跟你打最後一回合 所以魔防率偏低 整體來說 這個大環境 這個大環境 沒有一個 可以就是打終局的牌 以前的薩諾斯 可以打終局之戰 現在的牌 全部都是地回合 做完球 人家都不跟你打 所以才會導致說 這個環境 魔防率這麼低 導致說這個環境 你會看起來很難爬分 確實 我覺得這個環境是 偏爬 偏難爬分的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因為真的是 人家很少願意跟你打到最後一回合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就有一點沒有這麼好玩 因為我覺得 還是要打最後一回合 八彎到手 夢想擁有 那這個是我個人見解 那我們來看一下勝率來說 有哪些勝率套牌比較強的 也是跟我差不多介紹的套牌 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個巫術改變的構築 這一套我是還蠻喜歡的 還有殺人 殺人被砍了一刀 好像影響還蠻嚴重的 上次我在影片說不嚴重 但是這一次看起來 因為主要說殺人的構築都被砍了 砍了兩點體質嘛 有我們的 殺人被砍一點 還有我們的這個 夜血被砍一點兩點體質 好像還是有小小的影響 一點點勝率 跟我預測差不多 原本是58% 現在到54%左右 對 那這個小金魚射擊套牌也還是 這個也蠻好玩的 如果看完這個影片的話 隔天的影片應該就會出了 我有玩這套套牌 這套套牌也是蠻強的 這個巫術射吸套牌 蠻好玩的 然後 你對手也不知道你會做什麼 千變萬化 好啦 整體的環境就差不多 剛剛好這六七套了吧 好啦 我是CTC的 我們下次見 掰掰